HELLO 大家好 我是佩莉 今天呢我身上穿的就是上次脫穿男朋友的衣服 然後改變了12款造型的衣服 然後呢這個就是最受網友所喜愛的料理品節 好 跟你們講 其實啊除了男朋友的T恤 可以拿來穿的很性感之外 你們相信嗎 男朋友的褲子也可以拿來偷穿耶 今天呢就是要示範 偷穿男朋友的褲子 是有那麼窮嗎 自己沒見朋友 一定要一直偷穿男朋友的 這奇怪 好 首先呢我們要先準備一件男朋友的運動褲 然後呢要很快動彈性非常的好 因為呢我們要把兩隻腳放進同一個洞子 把它變成洋裝 因為我比較高所以呢它就會比較短 可能如果個子比較小的女生的話 應該就是可以比較強一點 不過這樣比較短也還蠻性感的 好 前面呢 前面就是會有抽繩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收緊 然後呢 繞骨子 準備搭配一個牛仔褲 好了啦 這邊就變上衣了 而且呢 新New Balance的喔 搞不好你這樣穿出門人家會想說 欸奇怪 New Balance什麼時候出了一件這麼有生氣感的上衣呢 接下來呢我們還是要把身體放在同一個扣管裡面 然後呢 不把手伸進去了 我們要當皮膚眼的狀態 首先呢就是把這個上面的抽繩綁緊 然後把這些放進去 這邊就是狼狼的部分 我們就要把它稍微的摺漂亮一點 然後呢就是拿一個腰封 好看喔 新New Balance的喔 哈哈哈哈 這夾扣子太單調了 沒關係我們可以用兩色去搭配喔 這是Rebook的 Rebook的嚴重耶 咦 哈哈哈哈 哈 對對對 再來加上一件 輕鬆營造就是雙色的感覺 要把它弄成甜甜的 好綁好之後呢就是有另外一個自然覺得雙色低階低口小肩的洋裝 而且還跟妳說褲子洋裝還有另外一個好處是一般女生的洋裝都沒有辦法達到的就是 喂 跟妳說因為它是褲子所以就會有口袋啊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手機放在這邊 這樣就可以出門了很多天對不對 而且呢當妳要去一些特殊的節日啊 或者是參加一些派題的時候呢 妳可以 耶就變成國旗了 所以呢也在去升旗然後或者是雙十節國旗去抗議啊 或者是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都可以這樣子去喔 耶我愛中華我愛蟲花 妳以為就這樣嗎那妳就錯了 我跟妳說男生的長褲也可以偷穿的 啊 不會透光啊怎樣怎樣 好啦看吧 長褲的部分呢也是要挑很困鬆的運動褲喔 然後呢一樣就是把兩隻腳套進同一個褲管裡面 那就變成了合身的平口洋裝啊 然後呢再把長褲的地方繞一圈 然後呢結尾的地方把它塞進去 小心趕後我的Nike玩禮服 好啦掰掰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